这两年我的作品 包括我的绘画 我的雕塑的题材 大部分都是关于小孩 婴儿的 所以这次做这个雕塑 也是一个婴儿题材的 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一个 成都可能一个时尚的 一个新的一个标的 所以我就会选择这种 比较亮的不锈钢这种材料 把它做成镜面的来 就是它可以反射周围的环境 就是说每个人进去 走到那个雕塑面前去看 它会也会看到它自己